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2号的请点亮向日葵 目前一位 是一位吧 有一位支持2号小选手 好 为2号小选手加上50分 支持3号小选手的请点亮向日葵 每人只有一票的权利 有两位支持3号小选手 为3号小选手加上100分 好了 那现在分数已经累加 还有一轮打分 还有一轮不要着急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场的三位评委 来打打分了 首先 陈东 好 陈东 你支持谁呢 看了这一轮的比赛 那个我先说吧 你先说吧 不是 我是第一次来 我还不是很熟 要不然范琼老师先说吧 好吧 我这都做总结发言 那来 说怎么样 陈东 哎呀 三个宝宝都特别可爱 每次番球树打分都特别难为 但是比赛就是这样的 底边还有我的小老乡 不能怨我呀 乖乖 你特别好 接下来我们再努力努力 好吗 因为这个小姐姐7岁了 她可能掌握得比你先手 那个 2号那个小妹妹 加上演示着我也特别喜欢 都喜欢 爱不释手 我觉得李元春的魅力就在于 爷爷影响了孙子 姐姐影响了妹妹 爸爸影响了孩子 就这样 这就叫传承 希望我们的民族艺术 发扬光大 代代相传 我支持杜亚婷 好 为1号选手杜亚婷 加上300分 接下来 关灵评委 今天真是不需此行啊 首先上来三位 我认为都是鲜声夺人 因为年纪虽小 但是一张嘴都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而且呢 我觉得 1 2 3号小朋友 从他们的装束啊 打扮来讲都花了很大很大的心思 首先我觉得向你们表示祝贺 你们都特别的放 但是我认为确实1号小选手呢 她的这个眼神和表演要更胜一筹 因为她演的是一个老太太 我觉得她就有一点那个 我头发那劲啊 是有点那个模仿老太太 模仿得很像 尤其我记得她还有这么一个手势 对我印象很深 所以我这个分也加给1号 好 为杜亚婷再加300分 来 总结发言的 行 我现在就怕他们跟我说的 有点像虫 这样的话我就说不出来了 好在没有跟我说的虫的地方 对吧 我这个1号小朋友 就整体表现都挺不错的 但是她那个就是感觉 表演再夸张一点 就是我看她唱歌 我想起这个秦梦瑶 就是秦梦瑶当年这个一炮走红的时候 我就发现她的表现特别夸张 就她把这个表演 带上秦梦瑶的符号了 就这点特别重要 你得有自己的符号 不能够完全地魔法 是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小朋友呢 这个你的声音特别好听 但是你的嗓子好像哑了 这两天太累了 是吧 就再加上这个天气很热 可能嗓子有点哑了 因为我们这还要尽急往下走 所以我就担心 如果你要是嗓子 这种嗓子的话 走到下面可能对发挥不是很好 而且我其实对一对2号小朋友 特别有感觉 你叫萱萱 我儿子也叫萱萱 是吧 所以很亲切 我本身里上的时候 我想给你打高分呢 是吧 但是这个毕竟嗓子 这是一个嗓子的活 是吧 三号小朋友 我先说你的缺点 是吧 你就脸上没有表情 这可能受你们家人遗传 是吧 对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我们三号小朋友 这个家里人 我们再听他唱戏的时候 脸上一定要有表情 是吧 一定要 这样的话 会带动的 他也会有感染力 但是三号小朋友的声音非常好 是吧 而且他有点紧张 我觉得再往下走的话 他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一些 是吧 有潜力 亮明观点 支持谁 我支持 三号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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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 为三号加上300分 好的 谢谢 谢谢三位评议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最终的得分情况 还在第一位的是 一号小选手 杜 亚庭4920分 胜中 进入第二轮的比赛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儿躲躲开 少儿戏的台赛 来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一下 下一位小朋友 我叫刘莎莎 来自锦园 这次除了来林元春打类 还希望能找到我哥哥 我哥哥在郑州上大学 这次暑假 他没有回家 我想找到他 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告诉我 哥哥在勤工俭学 我很心疼他 我和我爱的就是下岗工人 这个除了卖菜呢 这两个孩子呢 在我从小比较争气一点 哥哥勤工俭学的是 深深地影响着我 我希望能快些长大 也像哥哥一样 为家里减轻负担 让爸爸妈妈 过上幸福的生活 现在我会更加努力学习 好好唱戏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有请四号小选手 刘莎莎 好懂事叫小选家 我们通过短片 不仅认识着珊珊 也认识珊珊的好哥哥 珊珊说 哥哥是他的榜样 上大学三年了 从来没有向家长 要过一分钱的生活费 利用所有的寒暑假 在勤工俭学 今天我们把哥哥也请来了 哥哥 来 来 严谨 我们也让哥哥说说 你眼中的珊珊妹妹 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妹妹 是个很听话 很懂事的孩子 爸爸妈妈在外面忙生意 珊珊就一个人 把家整整的干净的 托地 爸爸妈妈没时间洗衣服 珊珊就一个人 把全家的衣服都洗了 把全身都湿漉漉的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冬天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浸菜 什么做生意的 然后珊珊就跟着我爸妈 三四点起来 有时候比我爸妈起的还早 害怕不叫上她 而且起菜时候 把手动的 切一块紫一块 让我可感动 这是哥哥眼中的好妹妹 有眼泪了 来 珊珊 珊珊有很多的爱好 比如她除了唱戏 她还喜欢跳舞 唱歌 还会弹钢琴 但是后来呢 珊珊把这些业余的班 都给辞掉了 只坚持学习戏曲 因为爸爸妈妈下岗职工 开了一个卖蔬菜的小摊 珊珊觉得爸爸妈妈不足以 支持她那么多的业余爱好 但是一直在坚持学唱戏 你告诉我们为什么 是为了圆什么样的一个心愿 是为了 让我也在片中间 她给我说 只要我好好学习 登上黎元春的舞台 她就好了 可最后她没有好 就是外公在病重的时候 就是见到她以后就说 你要登上黎元春的那台以后 这病自然就好了 是这样的 珊珊的姥姥和姥爷呢 以前都是剧团的演员 珊珊学习 从小就是跟着姥爷一块儿 去唱戏的 去年吧 应该是六月份 姥爷病重住院 珊珊去看姥爷 姥爷这样安慰她 说珊珊你只要好好唱戏 登上黎元春的舞台 姥爷的病就好了 但是大概是三天之后 姥爷就去世了 所以这个珊珊一直很努力 她想实现姥爷的这个愿望 珊珊去年 曾经三次到黎元春报名打泪 但是因为孩子可能太迫切 希望登上舞台 所以每次来嗓子都会出现问题 不能够唱戏 这已经是第四次来到我们黎元春了 今天终于站在我们的舞台上 珊珊你流眼泪 阿姨知道你一定是想姥爷了 但是阿姨想告诉你珊珊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她就会永远住在你的心里 老爷永远在你的心里 不哭了好吗 我想 我想老爷呢 一定喜欢看到一个开心的 笑起来的珊珊 今天珊珊站在黎元春的舞台上 算是圆了老爷的一个心愿 也要圆你自己的心愿 所以珊珊给大家笑一笑 好 好 坚强的孩子啊 咱们就保持这样的一个 哎 哥哥擦擦眼泪 很好的哥哥 好 妹妹马上就要开唱了 哥哥鼓励一下好不好 珊珊加油 无论结果如何 都是哥哥的好妹妹 加油 加油 好 准备唱什么 大气妆选段 我们娘亲息怒 站在路口 好 来 我们乐队准备 珊珊开始演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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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宇儿满的青血 熙霜的流 老天天 有心中 黑心胁痛 白力浪当的香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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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谢谢珊珊投入的表演 谢谢 珊珊唱得很有感情啊 请大家做好准备 觉得珊珊唱得好的 请为她打分 请打分 好 四号小选手刘珊珊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4370分 好 大家休息一下 来 休息一下 这是一个爱戏的孩子 从小就表现出对戏曲的喜爱 为了方便她求学 父母把家从偏远的小山村 搬到了孟金县城 每个周末 妈妈都会带着她 从孟金来到洛阳学戏 小姑娘的家境并不富裕 为了省下几块钱的车费 每次到洛阳下车以后 妈妈都会带着她 步行半个多小时来到学校 在一天紧张的功课结束后 母女俩没有钱去住宾馆旅社 只能在练工房的地上 出一块塑料布 一领竹席 一条毛巾背 将就一个晚上 练工房的条件非常艰苦 勃勃的地毯 刺下透风的门窗 更谈不上空调暖气 冬天后点 乐的积极 都夏天乱势 夏天瘟子还得多 寒来熟往 年仅七岁的张瑶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已经度过了四年 不经一番寒彻虎 拿得梅花扑鼻香 相信命运会给这个勤奋的孩子 最丰厚的回报 大声有请三号小先生收场 你好张瑶 瑶瑶 阿姨先向您敬个礼 向您致敬 谢谢你 让我们特别感动 这么小的姑娘 这么能吃苦 这么好学习 三岁开始 整整四年了到现在 每个周末 算一算大概200多个周末 珊珊的妈妈就带着小珊珊 先要骑电动车15分钟到县城 再坐一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 下着车再步行半个小时 去找老师学系 那份辛苦不言而喻 妈妈告诉我说 如果不是孩子那么爱唱戏 不是孩子要坚持 连他们做家长的都坚持不下去了 我想问问珊珊 不管春夏秋冬风吹雨打 下大雪都没有停过 为什么要这样坚持 我喜欢唱戏 瑶瑶 瑶瑶 七岁的瑶瑶 喜欢唱戏 孩子这么简单的话 道出了一个最朴素的真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不对 瑶瑶告诉大家 你觉得苦吗 不苦 你因为有梦想 所以不觉得苦 是吧 珊珊今天只有七岁 她和所有同龄的孩子一样 其实除了唱戏啊 瑶瑶对不起 应该是瑶瑶 对吧 除了爱唱戏之外啊 那个瑶瑶和同龄孩子一样 也有很多爱好 比如她妈妈就发现 瑶瑶特别喜欢轮滑 只要看到有别的小朋友轮滑 她就会一直追着 一直盯着看 但是这么多年了 瑶瑶从来没有 对妈妈说 妈妈你给我买一双龙滑鞋吧 为什么你喜欢 像你妈妈说的那样 你喜欢龙滑吗 喜欢 为什么给 不叫妈妈给买双龙滑鞋呢 怕妈妈花钱 你不喜欢唱戏 听到了吗 怕妈妈花钱 想把钱省下来 来交学系的学费 瑶瑶啊 阿姨想告诉你啊 你是个有梦想的孩子 所以有梦想的孩子啊 大家都喜欢 你看 范君叔叔掉眼泪了 这样哈 今天呢 我们栏目组的叔叔阿姨啊 特别圆圆圆你的梦想 来 你看看我们的小泪珠 给你拿来的什么 你看看 两位小明星 哇 是不是你喜欢的龙滑鞋 座长来吧 喜欢吗 喜欢吗 我喜欢啊 来 哎 欣怡啊 你给姐姐流眼泪了 你给姐姐说句话好不好 姐姐你真棒 我要向你好好学习 哇 哎呀 你看看 你看 瑶瑶这都是打动了我们的 其他的两位小明星啊 阿姨还要告诉你 瑶瑶你看今天有这个 轮滑鞋了 你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 除了唱戏 好好的轮滑了 阿姨更想告诉你的是 其实啊 梦想就像这双轮滑鞋 拥有了它 你的心就会有飞翔的感觉 好不好 我们祝愿瑶瑶梦想成真 瑶瑶今天准备给大家唱什么 牧羊慧 牧羊慧啊 咱们唱戏不能掉眼泪 这样会影响发挥的怎么样 咱们来掌声先 鼓励一下我们瑶瑶哈 加油 来 擦干眼泪 准备 好不好 来 一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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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准备开始吧 来 啊 我自己太爱了 快爱了 快爱我的奶奶呀 小奶奶 女奶奶 想起荒野 我会有吗 我会没有土宅 我家不想 我家不想起荒野 我家不想起荒野 那一日行为年 见识光眼 与东宝碰着眼 两下想想 我家不想起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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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有荒野 会有灭的伤心 爱你我心里的爱你 好 谢谢张瑶小朋友 来 现在请大家做好准备 喜欢张瑶小朋友的 为张瑶小朋友打分 请打分 好 五号小选手张瑶 观众给的分数是4360分 大家好 我叫张硕 我今年四岁多了 我平时最喜欢打暴霍 所以我的梦想就是 做一名 与众无敌天下第一的侠客 不信吗 前几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文贵 人在江湖挑 谁能不哀悼 万事顺其道 所以不要太计较 人在江湖挑 哪能不哀悼 放话当了世界 又果真是不少 丹叔 城市才是好孩子 好吧 视频是这样的 嗨 这带我 这就是我牛板城市的招牧 有请六号小拳手张树 看看这架势 张树 你确定是来参加黎元春的吗 是的 不是到武林峰走错门了吧 武林高手的价值 张树 这天下第一侠课见面 应该怎么打招呼 抱拳 小师不好 你刚才那拳打得特别好 官方叔叔想学 来 教我两招是怎么样 第一招 马步要扎好 还是 好 来 第二招 还有什么 还是这拳 有点新鲜的没有 你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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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招可以 这叫什么 大侠 感恩 大侠 你这招是什么拳法 猫头鹰拳 猫头鹰拳 我一不留神学会猫头鹰拳 我 大侠 光会猫头鹰拳 还不能称为天下地下课 你还有什么绝招吗 再教我一下 什么 老鼠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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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葵花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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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阁下就是东方不外吧 不教他吗 这个我学不来 这个我不具备的条件 我给你找一个能学的好吗 好 你看那坐着一个 那郭真东叔叔 他学这个正合适 葵花宝典 还是小哥老师练比较合适 哎呀 我就只要练着嘴上功夫了 武术就算 来 春冬啊 您不给这大侠切磋切磋 来来来 来 张叔 武林高手 两位英雄相见 英雄相惜 怎么着 是拜见 没事 这个刚才你是打不过刘道阳是吧 我将这一招 你可以打败他 一招是敌 就是想学不想学 想 是吧 这个把手这么拿着 这样拿着 放着 放到头两边 放到头两边 这是防止别人打你 来 你打我 打我 那个手 打我 我就挡住了 快拿第一拳 第一拳打肚子 第二拳 打脑袋 然后 进回 会了没有 来 咱俩一块打 面团观众 来 快拿 手放这 一小袋先 一小袋后 来 盖前面 走 这小子今天来迟了 对对对 我昨天想到这个 你希望他快点成长 好 来 预备 走 肚子 走 回来 对 右手 右手 来 脑袋 踢腿 踢腿 好了 好了 练吧 来 咱们先打实验一下好不好 这几招下来 你这样学得怎么样 来 打我 一拳肚子 肚子 肚子 对 肚子 再来 一拳肚子 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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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凡的 不凡的 教会 你个词师傅 太厉害了 怎么样 叔叔教得好吗 这个 那个以后就不需要 葵花宝典了 就这几招就行了 你要 你要是今天能够拿第一 对吧 叔叔再教你绝招 好吧 叔叔教你天外飞鲜 谢谢 这个腿疼了 谢谢 谢谢 加油 你看你给把叔叔打 怎么样 我们不仅这个五一高拳 其实这武术 只是我们一个业余爱好 没错 我们的主功是什么呢 唱戏 对 唱戏 唱戏更棒 一定能把这个 陈冬叔叔震着 对吧 唱什么 娃娃弟 好装 唱得好了 陈冬叔叔 唱戏 拜你为师 好不好 好 准备好了 加油 小伙子 可以开始了 来 哟 好厉害 我洒宋 火 阿鱼回到天坤 阿鱼回到天坤 吃得狗爽 吃得家庭 升高茶田坤 吃得狗inte 现在 两帐巴 按上一个小马大 载我马桶了 载载我马桶了 有了粒 有了把小条路 把种啥拉进过来 在牛马拿起水车 画画 画啦啦啦 画啦啦 画啦啦 轴在牛马里 卡丁 卡丁在 我觉得这些的 好 谢谢 文武全才啊 张硕小朋友 喜欢他的朋友 请大翻 看我们这首歌是 你不给我打分 敢不给我打分 好 六号小先生 张瘦观众给出的分数是 3770分 来 有请另外一两位小姐姐 有请 珊珊治疗药 好 刚才是观众的打分 好 现在请我们的 少儿评论团做好准备 支持珊珊选手的 请点亮你的向日腿 四号 刘珊珊支持她的 请点亮 有四位 加上200分 好 来 支持珊珊小朋友的 请点亮你的向日腿 我们来看一下 五朵向日腿 加上250分 好 支持我们这个侠客的 张硕小朋友的 请点亮 有一位 有一位支持 加上50分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台名 珊珊第一 张瑶 六位为定先一点点 来 看看我们三位评审 范君评审 好 有请范君评委 不让我看得眼泪花花 开心快乐 两个前面的小孩 真是 我觉得家长 对我们刘元春的舞台 就是一个盼头 就是一个梦想 但是三个都很优秀 我都很爱你们 但是范君叔叔很为难 我支持张瑶 好 张瑶加上300分 来 关联评委 我觉得珊珊和瑶瑶 都是有梦想的小姑娘 而且今天你们在舞台上 都像小公主一样美丽 尽管我们看你们短片的时候 都非常的感动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但是我觉得 只要你们站在了舞台上 其实就是成功了 那么今天你们两个人 其实已经是自己心目中的冠军 也已经给家长和爸爸妈妈 带来了好大的光荣 所以不要哭了 应该高兴 应该快乐才对 因为我们唱戏 最终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快乐 你要这么哭的话就不好了 高兴点 但是今天我想鼓励的是 我们六号张硕小朋友 因为他今年只有四岁 而且他是唯一的一个男生 是第二组年纪最小的 我希望鼓励更多的小男生 也好好的唱戏 所以我这一份加给他 张硕加上300分 好的 我说一下这个 珊珊 珊珊今天整体的感觉非常好 而且嗓音条件非常成熟 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 所有的成功都是暂时的 那些所关心你的人 他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你成功 还希望看到你是永不放弃 这非常重要 然后五号小朋友张瑶 你今天其实很不简单 你开始流泪地哭 一哭的话人生在会冲雪 然后你演唱的曲目和你的情绪 有很大的反差 但你表现得非常好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 然后张硕 你前面表现挺好的 我们都觉得要给你高分的 但后边劲儿越来越小了 是吧 可能前面打拳也消耗体力了 来 来 所以我支持五号张瑶 好 张瑶 张瑶加上300分 来看看最后的得分情况 还在第一位的是五号小选手 张瑶 5210分 恭喜瑶瑶 也谢谢珊珊和张硕 感情都非常有趣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轮的比赛 就要正式开始了 好 加油 有请杜雅婷 好 加油 有请杜雅婷 加油 有请杜雅婷 好 好 糖尼来聊我 我是高米 好糖尼来聊我 啊 吃啊 我是高米 哎呀 我的老爷的小 每个虫有机 外人很好 有个虫 冷中 像当年大发山东 金鸯黄钢 花钢沾上 一个臭屏 花红亮亮 我不想当 今小鱼做的我 摇三层 手法真太香 我捏不住 我好问王朝 老啊 就是我 我看今小鱼 看不过老中 为啥本来 一切功 老书全年大 是 这家像新人 我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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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喊 б 小鱼 �便 天荡草 生非红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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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一慌忙中 发出狂烟 谁能够对这边出起灾难 你听人把小姐选择 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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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街上机位 青山出现本有兵天黑位 太多安穿 睡小的老夫人一定有打算 轮漫虎来回忆也会灭千年啊 夫人不不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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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的最中香啊 长的那竹框盘啊 一个是青春 一个是烧面 香香香吉丁 两句如天丹 天丹 好 谢谢 谢谢五号小选手张瑶 刚才两位小朋友已经唱完了 究竟谁能当励主 我们还是要听大家的 是的 好 首先来为一号小选手 所有的观众朋友打打分 请打分 请打分 好 一号小选手杜雅婷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080分 接下来我们为五号小选手张瑶打分 请打分 好 五号小选手张瑶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4250分 目前为止张瑶暂时领先 好 接下来我们的明星周围团 各位支持一号的请点亮向日葵 好 有三位支持一号小选手 有三位支持一号选手 为他加上150分 好 支持五号张瑶的 请点亮向日葵 好 有七位 为他加上350分 品星期一曲经典韵律 追寻一串难忘记忆 记录一段真实历史 解除一方黎原奥秘 好戏天天看 让戏曲启动每天的快乐生活 超轻人 下方滓 订阅 记得